今天我替小萌出境 替客户来验收一个房子 这个刚盖好了 然后我们来给建筑商挑错了 小区呢在机场的北边 现在是一个新开发的小区 从机场到这边大概15分钟 走吧那我们就进来看一看 房子大概28万左右的一个两层楼 现在在休村已经很难找到 二开头的两层楼的房子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好的 一进来可以看到很通透 一直就看到底了 然后这个房顶也比较高的 空间感还是很大的 这个房子 然后一进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厨房 都是标配的大理石台面 然后42寸的深色的橱柜 所有的不锈钢的电器 然后这个炉子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烧煤器 我们跟大家说小小明星是看见 一个池子是边是在外面的 还是箱在里面的 这个池子是箱在里面的 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池子 所以说明它这个建筑商 是比较注重小细节的 然后这个地板是叫Vinyl floor 是一种塑胶的地板 但是看起来像木地板一样 但是比木地板结实 这些都是标配的 然后一楼有一个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配的一个 full bath 全套的洗手间 然后旁边的储物间啊 什么都配套好了 有很多小的这种储物间 可以放东西的 这边也是个储物间 尤其是pantry 现在能看到这么大的后院也不多了 这个后院没有铺草皮 因为这个建筑商它是不包括草皮的 它要是包括草皮的话很贵 所以它一般都建议房主自己找人铺这个草皮 好 这边是车库 大家要是对车库感兴趣的话看一看 像男生对车库的大小都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标准的两车的车库 然后热水器就在车库里面 老房子很多热水器是在阁楼的 现在新一点的房子都建在车库了 这样维修更换的比较方便 我们上楼把鞋脱一下 这个房子整体大概是2100尺的面移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是四个房间 每个房间大小也不错 一上来就是主卧 我先看一下主卧非常大 然后主卧的洗手间 它是有淋浴和浴缸一起的 现在很多建筑商用这个价格的话 它就是只有一个浴缸或者只有一个淋浴 它还是两个都带的 然后也是Heath & Hearth 两个洗手池 这些都是标配 然后出来这边是一个活动 在这种价位的房子里面算比较大的一个 我们之前看的那种投资房二十几万的 基本现在都没有这个gain room 然后这个是一个客卧 我们可以伸手比较一下 这边的客卧大小都是很大的 所以放个双人床绝对是可以的 这个是洗衣房 它这个是楼下一个房间的户型 所以三个房间在楼上 一个客卧在楼下 一共四个房间 Hello Hello I'm David Nice to meet you Tiger Stripe Okay Well it's tiger ears so Hey That's right But you guys have very high standards so that's good to know 这个房子我们今天等于是来给客户验收的嘛 现在就是在检查所有的东西 看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呀 或者是油漆没有漆好啊 比如说这边 这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重新弄 这个能看到一点点颜色不一样 总体来讲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那个建筑经理非常的负责任 做建筑已经做了25年 然后他之前在有一个建筑商叫Perry 是那种高价位的房子 所以他的标准很高 所以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个小的蓝胶条再挑错嘛 我这个一条都没用完 因为确实没有太多的错在挑 然后都是那个建筑经理自己又重新挑了几个错误 就是非常小的 有些我们可能都觉得没什么事情的 它也就贴出来了 总体来讲建筑质量非常好 租金这个房子大概能租到2100左右每个月 周围的发展很快嘛 然后有一个城市在这边叫Woodland 我们这边新开了一个高速叫99号公路 然后在Woodland这边 很多人住在Woodland以前开车45分钟过来 现在可能15 20分钟就过来了 那边房子比较贵 所以很多人现在搬过来 好了 带你们大概看一下这个投资房 现在这个小区还有类似户型 在售但是非常抢手 所以你们感兴趣的话 尽快联系我们呢